工作不好找而经济也不景气 现在连健保费也都快要缴不起了 全民健保已经悄悄地迈入第17个年头 但开始至今仍然有许多的民众根本缴不起健保费 健保局东区业务组针对了台东东部地区较为弱势的家庭 以三种方式来舒缓经济上的困难 所谓的安心就一方案的内容主要是三种对象 第一个是净贫物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庭为达低收入户的清寒家庭 第二种就是特殊禁育的妇女 第三种是18岁以下的儿童 那18岁以下的儿童我不能因为父母欠费 而使18岁以下的儿童或少年不能就医 所以说18岁以下的儿童我们已经跟学校 透过学校的通报 净贫户特殊禁育家庭 18岁以下有就医需求的儿童以及少年 以上方式都有协助家庭遭逢巨变 或者是工作或缴不起健保费 而有的人甚至因为害怕就医 就干脆延误病情 后果就是让身体坏光光 去通报那么或者是拿到村里长的清寒证明给健保局 我们会主动解卡一个月之后 通报过来给健保局之后 我们会去筛选国税资料 只要只要在还有符合资格的话 我们会再解卡一年 行政院卫生署在99年11月份就已经发布了 弱势民众的安心就医方案 真正有困难的民众 其实不用担心 去一趟健保局就可以减轻不少负担 以上新闻是由东台新闻部张艺成台东报导